Wake up wake up 今天的任務是 白朗峰瑞士區 上一集白朗峰義大利區 可以說是什麼事都經歷了 美景不用說 我們在庫瑪爺兒住飯店好好享受 隔天下雨下冰雹臭退 在雪地践行到瑞士 而這集即將完成白朗峰環線 讓我們好好享受最後的旅程吧 早安今天是白朗峰環線的第九天了 然後這一集的話就是會拍瑞士 去到結束回到夏慕尼 然後我們現在在春拍slack 露營 但是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現在早上快要八點了 但是我們在想要走主線呢還是走支線 因為支線的話要上升1000公尺 但是聽說景很美 但是你看後面的天氣現在 全部都是雲 我們不知道上去會不會是白牆 還是會開變成大景 所以我們現在在討論到底要不要賭一把 因為我們真的無法決定 到底要走支線還是主線 因為現在聽起來真的沒有很好 所以我們決定拿硬幣來拔揹 我先問說我們能不能走支線 我要跪下來嗎 我們能不能走支線 等一下 一次一反耶 一次一反耶 再來就是 會不會出大景嗎 會不會出大景 一次一反耶 我剛剛骰了三個醒筊 各位姐姐 你要不要一起去走支線 三個醒筊喔 簡單 對我們應該是決定走支線了 我們要準備出發了 然後我們最後決定 我們還是先走支線 因為天氣真的沒有很好 結果到支線插入口時 最後我又改變主意了 我還是來走支線 距離我們的目標 應該還有快要五個小時 上升上來之後這邊有一個山屋 然後旁邊有營地可以在這邊扎營 前面的山出現了 又要扭扭了 我剛剛早上看氣溫差不多四五度 但是現在沒有風 走起來爆炸熱 因為這條支線呢 幾乎全部都是上上下下 跟著箭頭走 看看現在的山頭 我真的是在賭山上是好天氣 因為是他們兩個走支線 只有我一個人走支線 這樣到底是不是好天氣 有一點藍天又有一點雲 瘋狂爬升 看一下 跑好高了 但是 再看一下眼前的路 從這邊呢 一直巨石坡上上上上上 爬累的時候呢 就往回看剛剛走的路 就會覺得 哇!好厲害 整片大石頭 上來又是一整片的石頭 遇到人了 然後面前都白牆 山都看不到了 我現在這邊的海拔差不多上到2100公尺了 繼續前進 現在雲開一點露出一點山了 再來要繼續上升了 現在海拔2200了 有沒有太陽出來了 不過呢還是有一些霧得住 現在風一整片吹來 全部都白牆 一直跟著標示走就對了 哇賽 整片石頭坡 這邊開始有殘雪了 這邊一整片石頭坡其實蠻難找路的 然後就跟著這個指標走就對了 好累喔 我剛剛連續爬坡都沒有休息 現在來吃個巧克力 然後看石頭 因為沒有風景 休息完了 繼續上坡 我們現在海拔快要2300了 然後越往上又要進入雪白世界 我的鼻涕要開始流了 哇! 這些石頭上都是雪 真的超可愛的 就在石頭上面覆蓋一層包包的雪 開始跟昨天一樣了 雪跡越來越多 看到一群人要下來了 全部都是雪路了 我們再上升200公尺 就會到今天的最高點了 加油 加油 但是大石塊積雪變得很難走耶 因為你不知道哪些是空的 會直接掉下去 來到最後的大斜坡 從這邊爬上去呢 就會到最高點了 但是現在眼前一片 根本看不到 加油 出發 積雪的石頭真的超難踩的 你真的要很小心走 然後還要注意看 其實不要在哪裡 我覺得我根本已經在攀岩了吧 手腳並用 往後看一下 好像好高喔 有沒有看到那邊 遠方有一些人 我等一下好像走那條路耶 OMG 剛剛那一段真的超級驚險 每一步都要抓緊 因為雪很滑 因為在石頭上面 如果沒有抓好 就是直接翻下去 然後我現在前面呢 還有最後一段 就會到最高點了 這個下雪的路真的超級難走 不知道哪一條是路 哪一個是雪 哪一個是空的 讓你們看下剛走的路 這邊還比較好走喔 還是平的 剛剛用爬坡的 真的是不知道跑到哪一次 這是從下面走上來的人 我的目標就在前面了 這個路實在是太難走的 我覺得我鞋子其實蠻滑的 我只要踩到雪 就會踩下去之後呢 就會往後滑 所以每一步真的非常用力 然後手腳並用 好累喔 繼續 快到了快到了 各位終於 四個小時我們從最低點 跑到最高點 兩千六百五十公尺 右邊是剛剛來的地方 左邊是等等要下去的路 最高點都是白牆 也沒有什麼好休息 我就會繼續下坡 然後下坡的路段也是 我的天啊 唉唷你們看這個路啦 我到底為什麼要走支線啊 雪的路段真的非常難走 因為我很怕直接滑下去 所以我是用蹲坐的 可能坐在雪上 然後腳伸起 然後下去 然後再撐起來 然後就是會耗很多體力 我到底 剛剛上面那一段超恐怖 我完全不敢拿起相機拍照 錄音 反正好已經下來這邊了 再繼續慢慢下去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吧 一整片雪啦 走的心好累喔 每一步真的要踏得很穩 然後現在前面又全部起白牆了 看看我從上面怎麼下來的 還沒下完 我還要繼續下 可是下得好累喔 全程都在出力 很怕摔下去 你看後面他們怎麼爬下來的 我剛有經過一堆情侶 他們是直接穿冰爪 可是他們完全沒有拿登山杖 就啵啵啵啵就上去了 我覺得有冰爪跟沒冰爪真的差很多 散開了散開了 好啦我們繼續下坡 快要下了快要下了 我現在大概已經下坡一個小時半了 結果還在有雪的地方 到底為什麼要走直線 感動 終於下到沒有雪的地方了 土壤真的比較好走 跟你們說 剛在上面雪的地方 我真的完全不敢拿手機出來 然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 真的是盧屢國賓 嚇死人了 現在有種束活的感覺了 可以來加速了 太開心了 挽回看一下 我剛剛從最高點這樣走下來 實在是太佩服自己了 那再來前面的路就是快樂下坡 然後我也有心情看風景了 有心情露營了 你看對面 那好像是冰河嗎 還有藍藍的耶 超美的 然後現在霧氣也都散開了 景看得很清楚 看著後面的山 後面的雪 後面的風景 還是好開心喔 我是從那邊這樣走過來耶 無夠水啦 要從這個角度給你們看冰河 這個角度看過去也好美喔 有一個小房子 來到一個景觀台看風景 再繼續下降 剛剛經過這邊有點抖 然後還有瘦的繩子 我第一次看到百兩分有瘦的繩子耶 其實百兩分的路線都蠻親民的 除了下雪那一段 下樓梯看對面的風景 打十塊路段 沒有雪的路段之後 我就覺得好好走喔 然後在那邊亂走 結果我剛剛摔倒了兩次 所以髮身還是要認真走 然後像我一樣在那邊亂走 要看路 欣賞一下路邊的花 還有後面的山 我剛剛遇到一個外國人 他剛剛經過我耶 他跟我說他現在要去圈牌 住來的地方耶 現在已經快到四點鐘了 然後我從早上八點五十分 走到現在還沒停搭 然後他要走過去 我相信外國人都很厲害的 終於走到鳥差路口了 繼續沿著溪走 你們看我在河流冰了 還記得我在山林的時候嗎 把這個溪月在我旁邊 然後我從源頭這樣走下來溪谷 看到告示牌啦 我的目的地點是Trian 還有一個小時 GO 太陽終於出來了 怎麼現在這個時間才出來呢 現在已經四點 已經到我跟秋秋 還有Debbie約好的時間 要抵達營地 結果我還晚了一個小時 但接下來前面全部都是平路 看能不能趕快一點 看後面的風景 還好這條路都是平的 都起來很舒服 是林業的小火車嗎 好舒服喔 然後踏在松貞鋪道上 還有藍天 這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天空鋪道耶 看得到下面的車跟路 然後看下去是很中空的 有經過牛牛了 可惡 為什麼現在還突現藍天呢 我都已經快要到了 到了到了 我今天走到八個小時 跟他們會合了 我們現在在飯店 然後Forwardless 在那邊休息一下 然後還好他們沒有上去 因為真的太恐怖了 比昨天的雪地還要恐怖好多倍 我真的是快要嚇死了 好那今天呢 剛剛遇到他們 他們說還要再往前推一個營地 那我們就 坐車吧 來坐公車 我們最後呢 又往前推到Leputy 這邊就是Leputy的山屋 然後Leputy的營地就在旁邊 抵達我們的營地 準備搭帳 來營區旁邊的山屋吃晚餐 早安 早安 今天是白朗峰環線第十天 我們今天的目標呢 是要從Leputy這個營地 走到ChelaChamp 今天呢 感覺天氣還不錯 走吧走吧 路上很多一起走的人 我們現在走的路線呢 就是從營地 海拔一千三百公尺的地方 我們要一路向上 到海拔兩千兩百公尺 那邊就是瑞法交界 所以我們走到上升九百公尺 開始爬坡之後 這邊就是瘋狂的枝字型路線 馬上爆憨 我們一群重重的一起上山 感覺真棒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中 無限的枝字型 我們上升到一千七百五十了 快支完了 哇 旁邊的風景 還在上坡 吃個我們在庫瑪耶爾買的能量飲 走了快一個小時 終於平坡了 過隻自行路線之後呢 就是透天 這邊可以邊看風景 然後是緩坡 慢慢上 可以看到前面的路 透天透天 看一下後面的風景 再繼續往前 悄悄走到前面去了 這邊開始有風變冷 要記得加外套 然後看一下我們後面剛走的路 還有風景 這邊又要開始Z字型爬升 再來30分鐘到庫瑪耶爾 那邊拿著一個支線 你可以選擇去坐欄車或走主線 再來最後的支字型路線 就會到最高點了 我們的目標 庫瑪耶爾 好像是在前面了 我現在看到一群人在那個山樓那邊 剛剛的支字路線 繼續繼續快到了 看風景 看風景 到了到了 好多人在這裡喔 兩個小時10分鐘 我們從鷹區 走到瑞法郊界的這個 波妹山屋了 休息吃東西嗎? 你喝什麼? 在山屋前面休息吃東西 然後看著眼前的風景 滿美的耶 今天8月31號 好像剛好是UCNV 環拜朗中的月爺跑開始 很多人聚在這裡幫我們加油 Baddy來了 快到了 山屋旁邊剛好是UCNV的補給站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休息 看到那邊跑步 真的超厲害的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呢 是瑞法郊界 今天太陽剛好出來喔 很漂亮 在這邊休息 看完睡一個美女之後呢 我要繼續走主線 我們他們兩個 要去坐支線 坐纜車下去 那我們就要三下見 掰掰 出發 那是我自己一個人走了 但是呢今天是主線 而且很多人在這邊走 還有跑UTNV的人 我要沿這個山谷這樣走下去 看美景 他們現在搭的纜車在這邊 然後直接下到TamonTamon 山屋在後面 然後已經進到法國去了 看風景看風景 今天風景超漂亮 而且現在是緩坡平坡 超舒服的 還可以看跑步的人 還有攝影師跟著他一起跑耶 後面那個山桃白白的 就是白浪坡 我們要看著他繼續走 眼前的景好美喔 今天這段路走起來超開心 因為景很美 天氣還不錯 然後旁邊又有帥哥美女一直經過 根本是360度環繞的美景 一直拍拍不完 現在這樣下來海拔兩線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的主線呢 應該都是跟他們跑步的路線一樣 今天的目標TRALE TRIP 還有一個小時40分 GO! 主線道讓給他們走 我要找旁邊的小路 剛剛下到2000公尺之後呢 又要繼續爬坡了 然後在跑步的人 他們也跟著爬起來 超厲害 太美了啦 這個風景 我們剛剛的山路在後面 然後可以這樣坐纜車下去 TRALE TRIP跟DABY應該就在三下了 繼續往前走 今天走起來好有愛喔 因為他們今天在跑步嘛 然後路邊有很多人在加油 然後我剛剛走經過 他們也在 幫我加油 然後我剛剛走經過 他們也在 幫我加油 好開心喔 我看一下我的理線地圖 我發現我好像走到 旁邊的小支撐去了 但是都是跟他們 跑步的同一條路啦 所以應該也沒關係 他們好厲害喔 經過這些下坡地形 有石頭啊 然後樹幹擋住 他們都跑跳的耶 但是我剛剛不小心 路上也剛好跌倒 希望他沒事 我要繼續走回我的TRALE TRIP 一個小時 我們持續在下坡當中 然後我覺得這段路啊 很像台灣的山 走到膝蓋好痛喔 怎麼還在下坡呢 下不完的坡 喔 我好像聽到車子的聲音喔 快出去了 下來囉 抵達TRALE TRIP 但是呢 跟他們兩個要約見面 結果我們直接約來夏慕尼了 我現在坐公司回到夏慕尼 然後明天想辦法看看怎麼上去 我們就再來夏慕尼做一碗 早安就是白朗峰環節的第11天 也就是最後一天 因為昨天坐在夏慕尼 我剛剛早上就坐巴士回來 昨天下山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的終點呢 就是La Flajere 還要3個小時15分 Let's go 今天的重裝全部都丟在下面 夏慕尼給他們 所以我今天是輕裝上陣 然後今天的路線呢 一開始就要沿路抖上700公尺 小透天 看到景了 太陽出來 然後抖上又要爆汗了 馬上就熱起來 我從1400公尺上升 目前上升了200公尺 跑好高了 你看後面的小鎮 有看到直視牌了 離我們的目標還有2個小時15分 繼續抖上 前面的藍天好美喔 前面的路一直爬上去爬上去 山就在旁邊 越來越高了 現在海拔1800公尺 繼續繼續 這邊又大石塊了 這是石頭一家人嗎 也太可愛了吧 然後再看看旁邊的山景 那經過這個可愛的大石頭之後 我們就要上鐵梯了 其他的鐵梯終於來了 這邊全部都是鐵梯 鐵梯旁的風景 來吧來吧 鐵梯一定要抓好 因為旁邊長這樣 好 幫我上鐵梯了 哇哈 從第一段鐵梯上來了 那還是要繼續 就是先來看一下風景 這一段呢 只有拉著右邊的鐵欄杆 要走過去延遲 然後下面長這樣 過了之後呢 繼續上鐵梯 鐵梯上來的風景實在是太美了 你們在後面 好啦 最後鐵梯上 結束鐵梯路段 好玩 我們就從那個大石頭那邊 直接上升上來這裡 開心 那我們繼續前進 這邊因為是大石頭 所以它石頭上都有釘這些鐵架 可以踩它的木頭 好美喔 可以看到整個城鎮還有整個山 我們還沒上升結束耶 我們現在才在1960公尺的地方 前面後還要繼續爬上去 太陽出來了 這個顏色被造得超漂亮的 綠的綠藍的藍 前面又有鐵梯了 來吧鐵梯 這邊還有一小段 繼續 快到最上面了 上來了 不過呢 還有200公尺要上升 看到最高點了 到了到了 兩個小時我們今天從Chilla Tramp 上升到海拔2140公尺 我們怎麼上升了700公尺 現在最高點了 看風景吧 有沒有看到白老風 旁邊有一個一根尖尖的 那是藍針風 如果你搭藍針的話 可以直接搭完那扇上去 然後就最近看滿多的位置了 今天可以超好很美 大家可以拍照 這邊實在是太漂亮 我在這邊休息了半個小時 然後拍了很好的照片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時間還滿夠的 所以我打算先走到支線 到Lac Blank 那邊有湖很漂亮 所以我就是繞支線上去 然後再下到這個 Laflade Jaren那邊 繼續往上吧 從這邊其實都可以看到下面的城鎮 水井就在後面 開心走在這種停路 然後前面又是風景 超舒服的 哇你們看後面有高山的湖耶 哇塞眼前又有另外一個湖 Oh my god 你看這個湖跟白狼風 喔我真的可以下來 我們下來看看 哇塞這個景 有湖有山好舒服喔 坐下來休息一下好了 大家都來這邊拍照了 太幸運了 今天天氣很好 然後拍照真的超漂亮 我又在這個湖 這邊停留了20分鐘 然後因為我今天時間還算滿多的 所以我等於是繞湖一圈 我們來走湖的左側 太美了吧 這邊從不同的角度看白狼風 前面的路段又好多人在攀鐵梯了 往上往上 喔這邊風景超棒 隨便選一顆石頭 就可以坐在這邊發呆一整天了 鐵梯又來啦 完蛋 哇這邊耗太多對地跟記憶體了 這邊實在是太好拍了 你們看後面 真的是太美了 沒辦法想為美 你們一定要自己站在這邊 親眼看到我眼前看的東西 Oh my god 我們再繼續往上 山屋就在上面了 我好幸福 被美景圍繞 前面左邊後面 全部都是美景啦 這道山屋的路也太累了吧 一直上升耶 到了 也太多人了吧 現在11點50分到山屋 Lake Blanc了 然後你們看我後面的畫面 有沒有突然覺得來到什麼度假順地一樣 太陽椅 然後旁邊有湖 然後曬日光浴 哇好舒服喔 買個東西喝來看風景 好冷 這邊還有一座湖耶 到山屋之後再往後走的話 這邊有個大湖叫做Lake Blanc 這顏色也太美了吧 我們再往上走一點看整個湖 從上面看下去真的超級美 你就可以爬上來 然後坐在這邊享受吃東西看風景 身上在坐久有點冷 結果慢慢下去 怎麼辦 360度無死角耶 下來了 漂亮的地方待了很久 我們要繼續前往坐纜車的地方了 然後躺在這邊曬日光浴 野餐 小朋友都上來了 跟這個時候說再見 下次來的話可以直接衝這邊 然後躺在這邊發呆一整天 看到我們要繼續前進了 我們的目標要繼續往下 從這邊開始就一直下坡了 全部都是石頭路下坡 現在白狼風好清楚喔 纜車在前面了 快到了 碎石坡抖下 這個大陡坡 膝蓋終結者 就是前面就到了 我們的纜車到了 抵達纜車的地方了 這邊是Plegere 從這邊就可以直接下到夏木妮 然後這邊也是我結束T&B的終點了 雖然沒有從這邊回到Lesshood 繞整整一圈 但是 已經滿足我們11天已經算走很久了 好而且今天這個天氣超棒 還好我如果上四湖 好啦那我們先下去 我們要結束T&B囉 哇要回去夏木妮了 完成11天的T&B回來夏木妮了 這11天雖然沒有整個繞一整圈 有一些路段坐公車有路段搭便車 有路段坐纜車 但是我覺得就是依靠你自己的能力 能走多少就走多少 然後看到風景就是好好的享受當下 那我先去享受午餐囉 夏山吃麥當勞 吃完麥當勞呢 剛好就在夏木妮走走逛逛 還有點可以看到白狼風 從103的地方可以直接上升到3842公尺 直到南征風的地方 好啦拿到背包之後 我們就要準備坐車前往日內瓦了 然後結束這11天的T&B 環線白狼風之旅 要跟白狼風說再見了 我們真的要結束旅行了 回日內瓦機場 好啦回到飯店 我們要結束這場白狼風之旅了 我還記得第一天到夏木妮的時候 還覺得很累 根本不想爬 然後我們這樣繞了白狼風一圈 經過了三個國家 沿途會遇到很多山友 然後在那邊聊天 其實都蠻開心的 認識很多新朋友 然後這次也很感謝我們的 Debbie跟秋秋 他們陪我們完成了白狼風 雖然有人一直很想搭車 但是秋秋呢 他非常厲害 因為他是第一次重裝 然後住在山屋 然後還可以爬得這麼快 他真的很強 嗯 好啦總之 我們完整白狼風了 那你們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已經一年沒有運動 然後在此呼籲大家來爬之前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運動喔 真的 運動很重要 那秋秋呢 我原本以為會跟不上兩位專業爬山的女神 沒有沒有 那後來發現好像自己體力還可以 然後歸功於平常有在運動 很努力在騎飛河 真是有差 我也是半年沒運動 然後這趟真的是秋秋一直走在我們三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前面 就永遠追不上秋秋 好啦 那如果是晨晨的話呢 我們就看明年還有沒有機會 再跟晨晨一起爬囉 好 那明天呢 我就要跟Debbie去瑞士打工度假了 This is the life 掰掰 覺得很棒 是很棒 那我們就一起完成了 再拍我們三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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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想搭藍色跟工作人 就是我